一支利用保鮮膜包就有了 大批員警衝進嫌犯家中 赫然發現兩把長槍 還有大批子彈毒品 而客廳的角落 怼滿了一袋袋紅色塑膠袋 打開一看全是50元硬幣 原來這些紅色袋子裡裝的 全部都是偽造的50元硬幣 數量多到員警還得用推車搬運 才能搬回警局清點 很金的啊 對 S不從這裡 假的50元硬幣 丟在地上聲音尖銳 原警光是用聽的 就能分辨真假 原來台南警方接獲現報 嫌犯在家中藏匿槍枝毒品 還有大批50元偽造硬幣 數量驚人 好在這大批尾幣 還沒有流入市面 而其實一般民眾想要分辨真假 也很容易 真的硬幣有50元字樣的反射圖案 還有側邊的壁邊滾字 以及盲人點 只要仔細多看一眼 就能輕鬆分辨 民眾他在肉眼的方式的時候 可以去依照他這個滾邊滯 然後隱藏圖案 然後去做辨識 重達500多公斤的偽造硬幣 讓警方花了三小時才清點完畢 現在也要繼續追查幕後的共犯集團 記者賴慣張 台南報導 多謝 谢谢大家